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制药360第二册 第五单元 敬慎 一 威贱 304 且福必情 无欲则上也 福心消除则赤之 习地顺 长房金 以禅言之三 抵诸欲身穿之敌 即以敌献止久 而亦甘之 于是疏远于敌 存上止久 此能必情亦 无欲止也 这一条出租一件47正要论 这个必情啊 这两个字啊 就是立决欲望 就是这个欲望啊 关闭起来 福心啊 这个是违背心意的意思 这个福就是违背了 违逆 禅连是高净的山崖 这个人啊 丧气啊 很不容易 这个违背啊 是传说啊 为这个夏朝的大雨啊 献了美酒的人 这个止酒就是美酒 他很会酿造这个酒 那么这一条讲啊 人能够做到必情无欲 可以算是上等人了 这个必情就是没有欲望了 这个情意啊 他能够关闭起来 那就是上等的人 刻意违背心意 消除欲求的人就要差一等了 勉强啊 去啊 消除欲望的追求 那么这样的人啊 比那个必情无欲 的人差一等 就是赤一等的 那么过去啊 顺地 把这个房金啊 埋藏在险境的高山之上 将这个珠玉啊 去置在深川的谷底 那为什么 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啊 去放在那个高山尽灵 将这个珠宝啊 益气啊 去置在很深的川谷底下 那人啊 就不容易去拿到了 这个就是避免大家呢 起这个贪心 而去争夺 就把它藏起来 那么遗迪尽献美酒给大宇 这遗迪啊 做这个很好喝的酒 那一般人喝了 哇 这个酒好啊 就很喜欢 这个酒啊 也就做得越多了 那喝的人也就多了 但是呢 大宇啊 品尝之后啊 觉得这个酒啊 非常的甘甜 非常好喝 于是呢 疏远于底 那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要杜绝人们啊 尽献美酒 这个大宇啊 他很有高度的这种紧接心 因为呢 他如果贪喝这个美酒 那越喝就越多了 那么他带头喝酒啊 那下面的这些大臣人民啊 那是不是人人就跟着喝酒了 但这个酒喝多了啊 这个 在佛家讲啊 这个饮酒是一条大界啊 会乱陷 所以大宇啊 他很有高度的紧接心 这个不好 以后啊 必定啊 会有人因为 因为喜欢喝这些美酒而亡国的 那所以 就把怡敌疏远了 他不要 那后来呢 果然啊 商座王啊 就是因为啊 喜好喝酒 耗美色 国家呢 就亡掉了 灭亡了 所以这个 古圣先王啊 都能够防威度鉴 有高度的紧接心 从这个刚刚开始啊 就把它 断结掉了 那后面啊 就不有这些 灾患了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珍藏 华喜串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